那么商品搜索这块给大家说完了 那么关于商品搜索 那么其实就分为这几块 第一步叫做安装和配置 分别去安装 hashtag 然后再安装这个护士 安装安装的下面就是你的配置 这个配置的话你要把你的hashtag应用的做一个注册 好注册完之后 在你的项目配置文件里面 给它加上一个对应的配置项 加上一个对应的配置项 配置你要使用的这个引擎 是使用这个 护士使用这个护士 那么首先原始文件只有这一个 所以你配置项第一开始的话 你应该去配置这个 配置完之后下面还有一个配置项 这个配置项说明 就是当你的表里面的数据发生改变的时候 它会自动的帮你重新的去生成这个 缩影文件 那么这一步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安装和配置 三五项配置完之后 下面你要做的就是生成对应的所有文件 那么这一步的话 就是你最终你要搜索的是哪一个表里面的数据 你需要在模型类所在的那个应用下方新建一个文件 那么我说这个文件名是固定的 Search Index的一个文件 然后在这文件里面呢 你就可以定义一个对应的所有类 那么这个所有类的话在我们这边呢 我们做了一个定义啊 其实就在这里面定义了一个商品模型的所有类啊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说你把这个代码拿过来之后 其实呢你只需要改三个地方 导入你的模型类 然后把这个类名呢 改成你的类名 加上一个index 好然后在该的model里面返回你的模型类啊 其他的你就不需要呢 去动的啊 然后我们给大家说一下这个tags呢 搜索引擎 在建立这个索引数据的时候 你需要呢告诉他 你是根据表里面的哪些字段 去建立索引 那么这一步的话 这个tags呢 有一个参数叫做 use template 这个use template 等于tool 哎 他是说明 哎 你指定的那些字段呢 你要把它放在一个文件里面 那么那么这个文件件在哪呢 我们说也是固定的几层目录啊 tags下方先键30 再键index 然后呢 再键这个目录 这个目录呢 你的应用名叫什么名字 他就叫什么名字啊 然后在他下面新建一个 以下滑线text点text结尾的文件 然后前面这一部分啊 你的模型类名叫什么名字 他就叫什么名字啊 这个是模型类名的小写 你注意啊 不是这个名字啊 是你的模型类名啊 你把这个建完之后 下面呢 你就可以在里面指定啊 根据哪些字段呢 建立索引数据 你要是商品的名字 你就点name 哎 描述呢 就点dsc 那么详情呢 就是先点goose 再去点这个dta 这个object的 它就是固定的啊 我们说在这里面 这个object的 你可以认为 它是一个 goose sq模型类的 对象 你就点它里面属性就行了 你根据哪些建立 你就点哪一个属性啊 点哪一个属性啊 OK啊 这是它 那么当你把这些都做完之后 你就可以呢 去生成这个所有文件啊 那么直接使用这个命令 它就会在我们 satis里面配置的这个 目录下方 帮你的 新建 所有文件啊 那么有了它之后 下面呢 你第三大步 使用 使用怎么使用啊 那么 表单 提交方式为get 关键词 名字呢 为q 然后 提交到的地址 你可以随便写 但你写完之后 下面 最终你点击提交 这个请求呢 你是要交给 sat框架 帮你进行处理 所以呢 你在page的时候 下面写的什么 上面就写什么啊 最后 包含的是全文检索的框架的URL什么键 就交给他处理 那么他在通过搜索引擎帮你搜索完结果之后呢 他会把结果传递给你 time place search目录下的search.ml 传过来三个东西 query 搜索关键字 pager 当前页的pager 对象 然后还有一个啊 pager data 分页的pager data 我们说在这里面 有一个地方你要注意 你便利这个pager对象 你获取到的都是 search result类的实例 对象啊 那么这个对象呢 有一个属性叫做object 它才是里面的这个模型类的 对象啊 OK 这这几个 然后呢 在这边 还要再给大家说一下啊 我们说他默认呢 在搜索完数据之后 他会对这些数据呢 进行一个分页啊 分页的时候 默认的话啊 他的分页数据呢 是一页 一页二十条啊 一页二十条 你如果想自己指定 怎么指定啊 这边呢 有一个配置项 这个配置项叫做 high stack search result per page啊 通过他你可以指定 每一页显示的一个条处啊 比如我在这边指定一下啊 找到我们的settings 在这里面加一个配置项 把它拿过来 每一页显示一条 就写一个一页啊 那么这里面啊 指定啊 他那是指定搜索 指定我们的搜索结果 每一页显示的条数啊 每一页显示 显示的这个条数啊 那我把这个写完之后 写完一之后 你注意啊 我在这边刷新看一下啊 这是不是两个结果对吧 刷新一下啊 看刷新 是不是变成两页了 看到没有 对吧 这就是两页啊 OK啊 那么这里面啊 你注意这里面啊 就是两页啊 就两页啊 一页啊 两页啊 OK啊 那么这里面就是这个配置项作用 我们给大家提一下啊 然后第四大步啊 然后第四大步啊 第四大步改变分词的方式 就是我们刚刚给大家说了 配置使用我们的结巴分词 那么这一步的话 你下去之后 你要再做的话 你就 你就看着我的这个笔记啊 一步一步往下来 然后你就 你就清楚啊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面最终把这个文件 我要改成这个 WhoseCN Bacon的啊 你就没有必要去对照我们这个 发这个讲义啊 我们这个讲义上面呢 它是一步到位的 直接就给你配置了一个 WhoseCNBacon的 对吧 其实呢 它原始是没有的啊 你跟着我这个过程啊 你做一遍 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地方有一个 WhoseCN Bacon的啊 OK啊 那么这里面就我们给大家说这个 搜索引擎 你像搜索引擎的话 其实这个步骤呢 你说你 你也没必要去 完全做一个记忆啊 你只要 你用到的话 你就可以能把它拿出来 你对照呢 往下去 配置就行了啊 配置就行了